今次這個MV的內容 其實就是講我是一個失意的打工仔 很多掙扎很多不如意 但是一晚裏面有些事情發生了 有些啟示自己的內心有些突破 就發覺其實很多事情都是alright的 MV裏面會有很多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人 朋友啊這首歌的天行啊 有很多車可能比較少見的車 有一輛我們叫做大法仔 日本的K卡 另外有一輛比較舊少少的保時捷 斯文德里又有些款式 主角車就是一輛1970多年的Colorna 現在都能夠保存到這樣 我覺得很難得很漂亮 Colorna其實就是演唱會裏面那條影片 看完那輛車走了 然後我就升上來 其實就是那輛車 這樣就好像有點呼應回事 都會有一些幾突破的一些情節 幾驚險的情節 有這個燒車 我覺得是見識得多了 這個是最大的感覺 整個過程最大的擔心就是 擔心自己可能有些反應 演戲做得不好 搞得要來過 因為要放火 其實很大陣仗 要重新重新重新這些東西 就不太容易 還有時間都比較緊迫 所以希望自己可以盡量 做到一個導演是收貨的動作反應 我又為了這個MV 剪了頭髮 轉了一個新髮型 我記得出到第一年是短之後 就開始長頭髮 這個也是很突破的一個髮型 我自己很喜歡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看法 又是人生第一首歌 又新的一年 我就覺得可以重新出發 謝謝大家